近日,央行推动的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已经测试成功 由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已经在该平台运行 这意味着中国央行将成为全球范围内首个发行数字货币并开展正式应用的中央银行 数字货币就是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 注意,这可是法定货币哦 简单的说,数字货币就是你掌握的那串密码,那张证书 通过央行的主机开发了一连串的密码 央行一按发送键,货币就生成了 再一按发送键,货币就发行了 数字货币这是关系到每个人以后怎么上街的大事 可谓是识破天经 比如纸币和银行卡,是不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啊 现金的使用比例已在逐年下降 银行卡用账户密码来识别用户身份 但随着技术的进步 以后用户身份的认证会被更加健全的方式所替代 比如指纹认证,面部识别等 替代现金的各种电子货币虽是逐年增长 比如微信支付啊,支付宝支付 但本质上还只是一种支付工具 不能称作严格意义上的数字货币 央行研究发行的数字货币是一种法定加密的数字货币 其本身是货币,而不仅仅是支付工具 一旦开始普及,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机构在零售终端环节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到时候央行或许会要求每个有银行账户的人都有一个对应的实名认证过的数字钱包 并且向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推广 这么一来,银行账户本身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 研究和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是巨大的 各国银行都不可能单单为了取代现金或是银行卡而发行央行数字货币 要知道传统货币具有一定的匿名性 一张100元钱来自哪里,属于谁都未必确定 而数字货币是通过一定的算法之后 不仅每个货币都有独一无二的编码 而且存储了货币所有者的账号、交易过程等信息 政府等机构便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审查 调查资金的来源是否合法 这除了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到金融数据的流向 做好宏观的调控和审计 核心的目的就是利用区块记账最终打击洗钱 阻止资金外流、反偷税漏税、商业贿赂等等 要知道合法的收入、足额缴过税的收入才能够兑换成数字货币 有了数字货币 一些不法分子或腐败分子手上的现金就会很麻烦 如果给这个兑换一个截止时间 那么有可能会把一些不法分子或腐败分子手上的钱给废掉 想想就很有意思 从直观上来看 我们的财富变成了一串数字记录在区块上 无感知富的时代即将来临 只要你能做个守法公民 每笔钱的交易数据将无法更改 犯罪成本变得高昂 这看起来对大多数人来说 其实可能是件好事 当然法定数字货币和现金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会是并行逐步替代的关系 后期现金的交易成本会慢慢提高 比如将来去银行取现或提现 或许就要收费了 有了激励机制 大家自然会更多的使用法定数字货币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 上街买菜用数字货币付钱给卖菜大妈 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网络前言资讯 分享独家解读 ACM记者纽约为您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